焦点248 酵素在食品上的应用 重点包括酵素的种类还有工业发酵 酵素的种类被应用在食品制造和生产的酵素包括有淀粉酶、蛋白酶、淋乳酶、溶菌酶、纸酶、果胶酶等 工业发酵 工业发酵指的是大规模培养微生物或者单一细胞 以供应生产具有商业价值的物质,例如运用在乳酪、酿造和造酒工业上的无氧食品发酵 例题 许多食品经由微生物发酵而成 A选项 优酪乳是由乳酸菌进行乳酸发酵 发酵碳水化合物产生乳酸 乳酸发酵属于无氧呼吸并不是有氧呼吸 所以A选项错 B啤酒参与啤酒制造的是酵母菌 不是什么啤酒细菌 而且酵母菌是分解糖类产生酒精 并不是直接分解穀物 所以B选项也错了 C食用处是醋酸菌发酵酒精产生醋酸而成 这是对的 主选项 豆类有没有碳水化合物 有 虽然豆类含有丰富蛋白质 但是豆类也含有碳水化合物 所以豆类 是可以经过微生物发酵做成食品 比如说像豆腐 酱油 或者豆腐露 这些都是豆类的发酵制品 土类 算包